另外大巨蛋的公開測試賽 在禮拜六的時候落幕了 可是入場的球迷發現問題也太多了吧 一來這螢幕太小 然後其實這個版面設計的 坦白講蠻醜的 還有呢 廁所沒水 還有議員發現地下停車場沒有監視器 這可能會成為治安的死角 那面對這種種問題 台北市長蔣萬安承諾 會在12月3號 雅錦賽之前全面改善 一二三 大球迷帶著小球迷等不及和大巨蛋合影 1.3萬名觀眾搶先開箱大巨蛋 卻列出不少問題 我是在三壘側靠近左外野的地方 兩個小螢幕其實都不太明顯 那主螢幕的話 我覺得球員的資訊 雖然是寫英文 可是也是偏小跟其他球場比起來 不只螢幕容易被吊燈擋到 長邊網子 柱子過多 影響視線 還有親子友善空間不足 娃娃車沒地方停 連廁所入口都被嫌太窄 議員也當起糾察隊 如果每個問題都扣一分的話 我看已經不及格了 三分之一的廁所居然沒有水 民眾進去用了泡泡之後 才發現無法沖水 這麼離譜的狀況 還有這麼多人 一萬多人進到會場 結果只有兩間在販賣飲食 兩間販賣部要應付上萬名觀眾 想買個吃的得大排長龍 可能錯過精彩球賽 而且大巨蛋明明才剛啟用 但抬頭看 天花板有漏水 還有大批水痕 地板甚至沒防滑設計 救援停車場都擔心 可能成為大巨蛋的治安死角 救援球員也反映 人工草皮偏軟 投手球高度落差大 容易踩空 座位區黑白相間 球員打擊視線也受到影響 還有啦啦隊看台 空間太小等等 大巨蛋公開測試賽 問題一羅網 馬上要迎接 雅錦賽國際級賽事 市長蔣萬安承諾 12月3日前 將全面完成改善 靜新新聞的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1 2 4 我們 1 5 X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